我们看一下目前大盘稍间有一点点的一个冲高之后的下压 目前又拉回到了接近平盘附近 不过有些个股呢在今天表现相对的一个强眼 有些甚至已经先把昨天的一个黑K高点给做收复了 那会怎么做观察 有哪些中小型个股面对昨天大盘的一个破线 可能只是短线的一个震荡 还是会回归基本面来做观察呢 来问你连线想要到专家是分析师许峰路了 峰路好 听见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峰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这个工业电脑的一个族群 在今天盘面当中表现非常强眼 包含中华店建工厂停板 还有五峰还有红各等等 这些都是大奖超过半根停板之多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 它受惠于欧美市场的解封后需求复苏 而且很多家公司都喊话 今年的接单动能畅旺 所以在最近又重获了市场的一个资金青睐 那你会怎么做观察 因为我们拿今天讲停板的814 振华店来做观察好了 11月营收创下了35个月的新高 明年获利好挑战一个股本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相关市场的一个认同度高 股价又一飞冲天带出去了 那么它振华店如果登高一呼 领先创高的情况之下 会带动其他哪些工业电脑股 也有机会跟着来做跟长呢 好我想工业电脑其实随着整个的一个欧美景气在复苏 其实去年他们营收基本上都不是太好 都是过往的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时间点 但在今年全面性的一个复苏 那龙头厂商的振华店 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开始进行转强 特别你可以看到 我发现投信过去三天是连续的大买 除了买它之外呢 它有像另外一档也是所谓的一个工业电脑的一个个股 这个是所谓代号6206的飞结 那这几家公司都有一个特性 像814的振华店 其实你仔细去看 在12月初之前 它每天成量都非常非常的小 那投信呢跟外资呢 就每天少少的买一点买一点 那当它开始大买的时候 就是开始喷出的时候 所以我会提醒投资朋友说 整体的一个工业电脑 因为去年真的是最惨的一年 欧美的一个订单大量的一个缩减 那到今年之后呢 欧美再复苏 所以它有一个复苏的一个概念 这是其一的利多 第二个 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无人自助服务的这一个部分 就开始大量的一个产生 所以现阶段很多的一个工业电脑 像主要像Post机啊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多功能的 多媒体的服务机啊 像我们去CV那边看到有一些叫 iPhone对不对 就你可以自己在上面操作 是没有错 像这种产品就需求就越来越大 还有像那个麦当劳也全面改点了 都来自助点餐 这些也是工业电脑做的哦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观念 就是无人自助服务 然后再加上所谓的产业的一个数位 转型的一个需求商机 有这三个东西叠加起来 就我们发现 尤其这一块 因为今年基本上全部没涨过 都没有人涨过 筹码相对比较稳定 投信外资一起来 那振华电当然是这一波龙头代表 创新高 那创新高我们去找相对位阶比较低的 一看6206的一个飞捷也不错 也是在这边创新高 还没有位阶低的 今天帮大家看这档是代号4916的四星科 那四星科其实也有跟着这一段 它其实比他们更早领先的往上走 关键就是因为它价格便宜 价格便宜又先走 重点是它去年还亏钱 就今年就转机赚钱 去年全年亏了1.78 今年从第一季开始赚4毛钱 第二季赚5毛2 那第三季还赚了2毛2 2毛5 前三季赚了1.17 那第三季为什么相对比较弱 因为缺料 那大家都缺料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一个晶片都缺 所以它相对来讲 营收相对比较弱 可是你看它的整体的营收都转强 那我们再去看到它11月的营收 已经有开始正式的稍微回温了 比10月开始回温一点点 缺料的问题已经大致上已经解决了 那重点是我们在看它是从油亏转盈 这个爆发力是最强 所以股价前一段时间 走一波N4进攻来到最高39.55 那最近它进行一个休息整理 最近的指数在回档 但它基本上就在月线这边做整理 前波有个大量区在3955 因为这根长黑黑棒又带量 比较担心会不会是比较大的压力区 对 这个当然是大家都会担忧的 但是如果是整理的族群都在往上走 那绝对的价格如果相对便宜的话 我认为这种大量 其实最后都会去做一个挑战 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是 大量是非高点 那通常这个大量 它都会来去进行一个挑战 那如果你看它现阶段的位阶来讲 又是在月线附近 其实最近的指数在回档 还是相对大盘强 那当然有振华电 还有像飞捷 还有像工业电脑的五峰 这些都在进行一个转强的话 我觉得它的绝对价格 比较便宜的情况之下 在这里投资本应该可以去乐观的看待 而且它不仅仅只有本身的工业电脑 它还有所谓切入到航态 航态占它的比重45% 那透过这一点 它也可以再切入到未来的一个 低轨道卫星的一个题材 所以这个部分 暂时还没有提供它的营收 公司有说目前这个比重还低 对 低轨道卫星其实比重都会很低 但这都是它已经有过 航空的航态产品的一个认证 它未来要切入这块 当然比较有机会 毕竟宇宇宇宙或者是所谓的 低轨道卫星这些的一个题材 相对来讲都还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 大多数的公司 你能说能够提供多少的一个营收 都有限 但是这是它本身有走过 这个航态认证的一个基础 未来要切入到低轨道卫星 当然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会说 如果在这边是呈现一个 绝对价格相对便宜 然后整体族群相对强 而获利表现也不错的公司 我觉得转利性比较强 投资品有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好 那封路我们另外也帮大家 来追踪一下 过去我们讲过几档个股 有些都是涨多拉回 但是日K出现连黑 今天很多都明显出现了转强 而且终结日K连黑的 我们看看有哪些了 包括像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这个点续 金豪科等等 今天都呈现拉长红终结日K连黑 你帮大家看一下 到底指纹讯号出现了没有 支撑出现了吗 好 我想记忆体 其实今天相关的族群里面 有一家公司刚刚进行法说 我这是代号8299的群联 昨天对一个线上法说 那结果反而是今天 是呈现一个比较大的压回 但我仔细去观察它里面的内容 它今天其实K线上面 是属于来到了回测月线 因为这一波段大盘回 它没有回 它反而在今天法说完之后回测 可是它里面的内容一点 让我很惊讶 就是针对于它的一个内容里面 它有提到 群联未来以高阶产品为主 然后它要释出像中低一阶的 一个控制IC的一个部分 那它的合作伙伴 有可能是谁 结果一看 就是应该就是6485的点续 因为它本来就跟它 有做一个合作 中低一阶的一个部分 会交给它又来做 那我们就在讲说 这反而是一个另外的亮点 那这一波的点续 持续性的拉回 那大家仔细去看说 为什么会在昨天回挡比较深 原来这一段时间 大股东也是进行一些的一个申报 董事长有进行申报了900多张 但是其实如果以现阶段的一个股价 已经回到了这一波的一个 半年线跟接近季线的位置 那再加上未来的展望 目前看起来相对来的好 那又有所谓新的一个施木案之后 大股东可能就会变成是 所谓的金斯顿 那我会认为说 股价来到这里 已经有开始出现红K 而且整个量的部分 也不需要太多 就开始转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另类的一个思考 去年未来会把第一阶的 丢给这个点续做 点续又多了一个新的一块 然后金斯顿参加了施木之后 点续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出海口 金斯顿是全球非常大的 记忆体公司嘛 所以我认为说 反而在这里面 我会认为点续的一个成长空间 还有就是因为股本小 充满比较启动的优势 可以去看 那记忆体的部分 金浩科也是一样 因为三星也是要退出 所谓的一个DDR3 一区跟二区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未来谁会最受惠 我觉得金浩科也会一样受惠 那么来到了 半年线跟季线的附近 我认为这边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布局点 我认为这边是一个不错的 谢谢大家